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两百个渗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她是1966版《烟雨萌萌》中 桀骜不逊 青春靓丽的陆依萍 也是电影《冬暖》中温柔善良的女仆阿金 她是橘子红了 战战兢兢 低眉顺眼的兽气包大太太 也是麻辣婆媳中蓄荣要强 严谨刻板的老中医秦思平 作为最早的穷摇女郎 她凭借精湛演技 四货金马奖 两货金钟奖 可谓功成名就 是娱乐圈实至名归的长青树 如今 她虽已年于古兮 但流今岁月陈殿下的闲境气质 仍让人觉得风韵不输当年 1944年 归亚雷出生于湖南长沙 祖籍浙江无星 五岁时随家人移居台湾 她自幼家境贫寒 窝居于木板房中 繁重的家务 清贫的生活伴随着她全部的童年时光 那时候 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能从收音机里听一听西皮二黄 想必是耳濡目染已久 她在第一次看京剧《玉堂春》时竟速速落泪 父母饥饿之余对她说 看来 你以后是要吃演艺这碗饭的 也正是父母的预言和支持 15岁的她选择了去台湾一专影剧科学习表演 1964年 年仅20岁的归亚雷一专毕业后 参加了高雄区中国小姐的初选 竟出乎意料地获得冠军 也正是这次选美让她获得穷瑶青睐 并出演了《烟雨萌萌》 不曾想这部处女作不仅让她一炮而红 而且还带她荣登了史上最年轻金马影后的宝座 媒体曾毫不吝啬对她的一美之词 称她 飞扬的短发 光洁的额头 金亮的黑毛里流动着冷傲 正是一朵不折不扣的野玫瑰 陆一平一决让她一跃成为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之后 她的演艺生涯一马平川 顺风顺水 女演员担心的中年危机 青春不再 她似乎从未有过 1970年 她在电影《家在台北》中 饰演刘美博士冯淑媛 并凭此获得金马奖 亚太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之后 她搭档狼熊赵文轩 出演了李安指导的《喜宴》 凭Ms.高一决获得当年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 而她与陈坤 徐若萱 李冰冰合作出演的《云水瑶》 也是让她获得了当年的百花奖 《最佳女配角》 但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 她与陈宏主演的历史剧《大名公辞》 她在其中饰演一代女皇武则天 不仅把午后的英勇决断 胆识谋略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让观众看到了作为母亲的武则天 对《太平公主》爱之深恨之切的复杂情感 著名文化学者马威都曾赞叹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有个叫龟亚雷的演员演得武则天 后来我再看其他人演得武则天 没有人能演得过她 她的演技可见一斑 无论是刁蛮霸道还是温柔体贴 无论是诚服极深还是单纯可爱 她将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精彩分成 有血有肉 正如导演李少洪所说 龟亚雷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 是许多女演员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更让人羡慕的是 她在婚姻生活中的幸福甜蜜 绝不雅于她在演艺事业上的辉煌 在他人眼中她是成功的演员 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可她自己却说 我主要的身份是妻子和妈妈 演员只是父业 家庭幸福正是她作为演员 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 丈夫张孟奎不仅事业有成 英俊潇洒 而且责任感十足 颇为顾佳 两人从18岁相识 至今牵手近60年 结婚52年来仍恩爱如初 其实早在做演员之前 龟亚雷就认识了张孟奎 大学的一次聚会中 龟亚雷的一位叔叔介绍他们相识 正是这次相遇 让他们彼此都认定 对方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多年后 龟亚雷在访谈中甜蜜地回忆 两人的初始 称 我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觉得这个人非常英俊 又有一种很踏实 能依靠的感觉 所以即便张孟奎的飞行员职业 让龟亚雷觉得危险 心慌 但他仍义无反顾地选择相恋 两人最初在一起时 张孟奎并不同意龟亚雷进入演艺圈 他不希望自己的爱人 身在复杂的娱乐圈大染缸里 但天生为表演而生的龟亚雷 实在不愿放弃 在接受烟雨萌萌拍摄之前 两人约定 除非被选上女主角 否则就安心回家做老师 为了让张孟奎安心 龟亚雷甚至承诺 如果有机会出演这部戏 拍完戏就嫁给他 似乎是冥冥中自有天定一样 琼瑶恰好清定 由他出演女一号 拍戏结束 他也遵守承诺 与张孟奎走进婚姻殿堂 如愿成为了张太太 眼看妻子在自己不乐意的演艺事业上蒸蒸日上 张孟奎信有妻妻 总流露出不满意的深情 他对演艺圈不了解 一直有很负面的情绪 认为里面鱼龙混杂 妻子会吃亏 所幸归亚雷的婆婆通情达理 她毫不犹豫地站在媳妇的立场 一起说服张孟奎 他们开了一个正式的家庭会议 婆婆对她说 亚雷是什么人 我们都很了解 如果你对她去演戏不放心 那无论她去干什么工作 都会遇到各种诱惑 既然你娶了她 就应该信任她 让她做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张孟奎被迫同意支持妻子的梦想 但她与妻子约法三章 不拍暴露和接吻的镜头 不送外人照片 不参加社交应酬 拍完戏就回家 而龟奎雷全部都答应了 可在浮华的演艺圈中 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龟奎雷也常因这一约定 背皮耍大牌 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在与李安合作《饮食男女》时 有一场脱衣服的戏 她事先在里面穿了一条衬裙 开拍时 李安在一旁示意她 把衬裙脱了 可她就是站在那里不动 这让李安急了 说 你为什么不脱 对此龟奎雷说 你事先没讲好要脱衬裙 我答应丈夫 不拍暴露的镜头 从未听过拍戏 还有提前约定的李安 当场生气 两人前前后后交涉了好多次 极大的影响了剧组的进度 龟奎雷也因此被同事抱怨 这件事后来传到张孟奎耳中 她为此感到内疚 思虑再三后收回了三张 并表示完全信任妻子 让她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于是 这才有了影视男女二中 年近七十的龟奎雷穿超短裙 露背装 跳舞的镜头 金韵容说 婚姻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 一个人的改变 叫妥协 龟奎雷与张孟奎的相处之道 正是这句话的写照 相互体谅 彼此尊重和信任 才有了他们几十年幸福美满的婚姻 有人说 婚姻和恋爱不同 曾经的山盟海誓 你浓我浓 都会在婚后 并为日常生活的平淡 每天都是一样的重复 可龟奎雷却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 夫妻无论活到多老 都应该保持必要的新鲜感 男人也好 女人也罢 相处要不停地向前走 不能因为是老夫老妻了 就懒了 说话也不耐烦 两人得永远保鲜 龟奎雷有两个女儿 现已为人妻人母 一个在银行当副总裁 一个在太空总署工作 而两个养女婿都是美国人 而且事业都很成功 大女儿张之结婚后 诞下两位千金 小女儿张之姨 育有一子已五岁 作为外婆的龟奎雷 可谓是儿孙满堂 而近几年 张孟奎退休后 连生意都不做了 陪着龟奎雷四处拍戏 录制节目 而世系如命的龟奎雷 也总是每工作一个月 就要回家一周 遇上节日 更要与家人团聚 有人说 真正的女强人 一定是家庭事业 都能兼顾好 龟奎雷 也因此活成了 无数女性 羡慕的榜样 此前 网上还曝光了龟奎雷 在美国的豪宅 照片中 圣诞树 放在家里的客厅处 非常宽敞 简约的白色沙发 地上铺有地毯 龟奎雷一脸微笑地 面对镜头 都是幸福的味道 豪宅的门前 有个很大的院子 里面还种着南瓜 龟奎雷穿着朴素 简单的衣服 看起来脸部衰老明显 在南瓜成熟的季节 抱着南瓜合影 享受着田园生活 豪宅的外观 也是很有古朴的味道 据说 这个房子 是他们两夫妻 自己搭建的 整体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田园的风格 很有欧式古典园林的感觉 据悉 房子的总价值 在8700万台币以上 如今 龟奎雷虽已是76岁的高龄 但他却仍不断学习 不断超越 似乎永远都那么年轻 热爱生活 敬畏爱情和生命 比起情路坎坷的刘雪华 至今容忍出轨丈夫的余小凡 有人说 她是最幸运 最好命的穷摇女郎 可谁又能说 这样的好命 不是她用心经营的结果呢 一书说 优雅是把面临的困难逐个化解 是平静 笃定 不具未来 勇于面对一切的姿态和信念 对龟奎雷而言 优雅早已无需刻意追求 十多年习惯后融化在血液中 展露于生活的每时每刻 愿每个女性都能拥有这般温暖美好的爱情 永远向阳而生 永远优雅赤诚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